歡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Ci就要正式生效了 等一下最后一笔会如何不知道 那么现在是8523点 小跌12点左右 量的部分722亿 等一下我们会有完整的收盘数字 再带大家来掌握 但是今天关注到很多生计股 或者是说太阳能 好像有一点开高走低 还好太阳能最后没有往上 稍微走了一些些 那么今天在网通 还有汽车零组件相关的各股族群 是表现比较厉害一些的 好我们就另外要关心 到底是在OTC OTC始终维持在红盘之上 中小型个股最近 好像真的是比较有看头 那么后续来说的话 我们的指数季线 已经不是问题了 还可以继续期待一下 中小型的个股往上飙吗 这个下礼拜 恐怕整个市场这样的盘式 就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国际股市也差不多 我们现在最近是因为台北股市量 今天量稍微大一点 那尾盘大概有机会来看到这个平盘附近 台积电是没有拉多少是平盘 不过台积电量很大 但是你看到鸿海 鸿海最后是拉上来了 鸿海是拉上来的 马上导播上我们看一下鸿海好了 鸿海是拉上来的 最后一笔 那我们看到好像是 是这个台塑也拉了快一块钱 台塑好像也拉了快一块钱 然后不过大力光是甩尾 是甩尾 所以大概这附近 差不多因为台积电没有动 是拉鸿海的关系 那今天不重要 因为今天MACI的调整 所以大家也不用把它放在心里头 尾盘多出这个 这个大概50 100亿 也不用觉得很奇怪 这很正常的 今天今天比较特殊的日子 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讲说 我个人认为 事实上一华刚才在这样讲 我是想事实上你看我今天 你看今天 黄桔桔 黄桔桔 又桃红又红色 你很花俏 今天我很担心今天跌 你知道吗一华 因为我算一算 今天不太会跌才对 今天不应该要跌 那我很担心跌 因为最近很多投资人来找我 那我们投资人 我们看一下 我是4月19号 8743点放空 放空 卖股票放空 我说过我一定是卖股票 我的做法一定是卖股票 一档都不留 然后放空 这是我做 我不会跟你讲说 这里要保守 你要看空 你要保守 什么 可是满手套脑的 买的股票满手套脑 这不是我的作为 我也很瞧不起这种做法 你就卖股票 你这股票真的跌得很惨 你知道吗 就不要以为那个8800点跌到这个跌破8000点 有时候跌得很惨 你看那个 那个同志要不是最近反弹上 他跌得很惨 然后呢 然后果然大跌 跌破8000点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4月 4月 5月13号 就跟大家讲这个跌破8000点 跟大家讲空难回补 我们等反弹开空 所以基本上 这个我没有被嘎空的问题 不要听人家乱讲 这个很多人都说我们被嘎空 我们哪有被嘎空 我们是空补空补 我们没有被嘎空的问题 你不要会 所以那也因为我们空的很漂亮 我们从去年 大概接近万点就一路空下来 又补 拉高再空 那待会我们用图表来跟大家讲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最近来找我们投资人 还想蛮多的 蛮多的 那我当然他们都是满手套牢的 也希望借由这一次 如果有弹上来的话呢 能不能让我们 让他卖到好一点的点 这个都是一样 你看6238 6238 你看真的有弹上来给你卖 你看今天也很惨 今天是 今天跟昨天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来到300 6238 6238 对这个 这个尾盘还一比单 打到今天最低点 他这个 这个手法 他这个手法就是 昨天拉胜利 出什么 感觉上有点在出这个 这个同志 同志今天拉上来 又要出胜利 相互掩护这样出 表示说 这个很不安定的一个情绪在这边 很不安定情绪在这边 你看 今天尾盘爆大单 这个把胜利砍出去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这个 不管是NCi的效应也好 整个台北股市的架构 这个礼拜还有机会反弹 你一定要把话听清楚 一定要具备卖 那一样我们来看看这个 今天一大早就大家在讲太阳冷很好嘛 看一下3514的 所以你今天刚好追到最高点 那因为你还不相信 结果呢 大家拼命说他好 结果你刚好买到最高点 那今天呢 又收到最低点 这个都是很严重 这次我跟大家讲 万般拉台只会出 万般拉台只会出 这个还算好的 还是有反弹的 你看我们 我也跟大家讲 我们又空回来这档股票 4971 4971 你看 这股票 你看 这个是没有什么弹到的 你看日K线 他根本没有弹多少 140几块的空单 我们在那个跌破100块 把它回补掉 你根本没有弹多少 我就说这个缺口过不了的话 你当然 当然就 就再继续空 不要跟他客气 EPS只有 只有 这个 这个两三块 也一百多块 也有点扯 那要我们还是跟大家讲 这个像有些股票 大家都要注意 这个 我们这样 前段讲的 今天下午要开发 社会的热声 现在大家都在 说什么VR 他们也来参与 这个 这个三天都喝了 今天小涨 因为今天要开发说会 可是我就跟大家讲 融资 融资的使用力高达85% 你看这吓不吓人 我给大家1795的美食 你看1795的美食 那尾盘就杀一笔 那我们导播把它收到最小 收到最小 你看当年是180几块 当年180几块 那这个公司就这样 就是一直在搞合并合并 有没有 一直在跟谁合并 爱威一群 一直合并合并 可是营收在增加 始终没有看到什么获利 你不觉得这些股票都很奇怪 长期都一直在走空 其实争计股都 人家讲新药 他也有新药 人家讲医美 他也有医美 对不对 那要合并越来越大 我们再看3662的 你看也就弄个什么咖啡 他也跟饮食 他也要介入一下 然后今天的法说 又跟你讲说要弄VR 结果第一剂赚一毛 我觉得这个一直在扩道 然后韩国又怎么样 他就去参与咖 那日本又怎么样 就去参与咖 因为我认为融资使用力那么高 一定有一些疑虑在 你收好你的停损力点 那不要刻意追高 好 我们来这时间交给易华一下 好 最后一笔的 果然是往上稍微拉抬 最后面这个指数就卡在了平盘的位置 收在8535点 是一个小小跌的格局 那么量的部分 一局放大到1138亿 今天在尾盘爆出量冷了 从这个尾盘过后 就要开始正式生效的MSCI 后续还会有哪些影响呢 那么指数走到这边 好像已经开始 有一点点停滞的感觉出现了 到底能不能进一步的往上走 等一下我们更多的分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 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系盘式 策略选股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专业 诚信 负责 致富专线 022392 3988 爱之味甜辣酱 压压瓶 压一压 美味就出来咯 萝卜糕 热狗 甜不辣 爱之味甜辣酱 压压瓶 绝配 贾爆脏 爱之味甜辣酱 酱酱酱 咪 好吃 贼之味 Moti生活 网上加网 讯号无缝覆盖全台 听见每个角落的声音 亚太GT4G 真实生活全台直播 亚太电信 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 男人的命根子 绝对不可以太宽松 否则就会像这样 不太好 也不健康 Poro Man 抓得住我 猴门内衣 6月3日 欢迎欢迎来到台股新攻略 在刚刚最后一盘的时候 很多的个股 也是突然间的甩尾 林泰哥 像是生计 今天大家原本预估说 应该可以气势如虹 继续延续昨天 这个涨停板的一个态势 但今天很多生计 都是后续越走越差 生计 你看那个台股体 都跌了七八%掉了 这个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当然涨多了 现在之所以跪买 还能够那么强 就只有一个原因 就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号顶还在动 那号顶6月3号 我昨天跟大家讲 就是说6月4号 那礼拜天 美国他发表 这个到底市场的看法怎么样 这蛮重要的 那这种的 这个我是不敢做 你看看国际股 这个生计股都很惨 我是不太敢做 你要做你要小心一点 我也不是要阻止你赚钱 你快去贪 不一定收到五千 五千一万 因为上次就有人说 这个谢计股 这个谢社长就说 他的朋友说会到多少 上万都有可能 你就去 台湾 台湾这种上千亿的市值的公司 怎么可能没有赚钱呢 那这就是比较离谱了 所以未来如果你看好 我都没有意见 我不能阻止你赚钱 可是我对生计股 会感到比较害怕 第一个呢 美国因为两个新总 两个总统 两个未来总统的候选人 那这个一定有一个人会当选 两个都反对 第一个他们反对TPP 就是那个太平洋贸易协议的那个 台湾是不是能够加入是不知道了 他们两个是反对的 第二个呢 他们认为生计股 他们这个 他们美国的生计股 这个获利太扯了 这个药价贵得吓死人 因为他们要办全民健保 你看全民健保 那个药价如果过高 那当然对全民健保很伤 那也办不了什么效果 那这两个都反对 反对高药价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台湾例外 台湾例外 我没有讲台湾 说不定你生计股天天大赚 恭喜你 对于全世界包括华尔街 包括全世界对于生计股 都是看长空的 都是看长空的 台湾 因为你看到技术现行就知道了 美股就算道琼反弹 都快要创历史高点了 生计股还打趴在那边 我是不想伤害你的心 所以我没有打算 拿生计股的指数给大家看 生计股打趴在地上 你这个要注意到我讲的 所以一样这个道理 我对台湾的生计股 有多少信心 我不敢跟你讲 如果国际生计股 股是大涨的呢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不要忘了 2008年的金融风暴过后 生计股是领先全世界 涨得最多最快的 那今年 过去这一年来 跌的最重的也是生计股 就是因为 美国 他们要这个办健保 全民健保的关系 防止这个要价过高 好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 你当然恭喜你赚钱 恭喜你赚钱 但是你要留意 浩鼎上次在这个解盲的时候 就暴跌 那这一次到那个美国 X口之后 谈一谈 如果不怎么样 会不会再暴跌 这个没人敢跟你讲 我也不敢跟你讲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 但是生计股也不对 我刚才跟大家讲 太阳能也不对 太阳能 你今天一早就追太阳能 那你看看吧 那一样 我觉得最关键 还是我跟大家提到的 当然 昨天美国股市是修饰的 我再次跟大家讲 那么呢 这个苹果 苹果的股价 来到这边差不多了 因为它属于 本来就 在技术线 就是长空架构 那我上次在这边 跟大家 发了一条线 不是吗 有没有 这个地方画一条线 这个地方画一条线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 就是有点假突破 假突破后来真跌破 也有道理 那跌破之后会反弹 那一般来讲 假突破真跌破 这是假突破 这个真跌破 真跌破之后 因为 因为这个如果真突破的话 至少来到这边 你才能够说 它是真突破 你这边没有 你在这个 这个下降的这个轨道下 你说它是真突破 那就当然说不过去的 因为 就是因为这个小突破 后来破这个底 破前面这些底 都破了 破了一定会反弹 那一般来讲 来到缺口这个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包括特斯拉也是一样 所以我跟大家讲 特斯拉的股价降今天 我都跟有些 投资朋友 有买这个 有买这个 M帽连的 我一个一个通知 叫他赶快卖 M帽连 是盘龙击杀 你要注意的 这些公司 我的动作现在 就是赶快 未来两三天之内 帮我们这些 新进来的客户 第一个 叫他逢高卖股 第二个呢 逢高 不见空单 不见空单 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好一样 道琼的重点在6月份 那根据统计资料显示 那过去这16年来 2010年 2000年到2015年的话 那么6月份 台股大跌的 下跌的机会有 12比4 12比4 下跌机会比较大 下跌12次 上涨4次 好 那一样我们来看一下 台股就在这边 所以今天 因为今天 千亿的量 不用觉得很奇怪 因为MCI的动作的关系 那一样今天会有量 但是这是虚的 那就怕说今天的量 会变成未来的杀盘量 你要注意到 来到界的以上 我说是假突破 那未来会有 真跌破的时候 我们这6月份 风险太大了 以过往的统计 股市都是统计资料 就好像说美国创下 200多年来 创下这个 这个史上第二场的牛市 那大概就差不多了 你想第一场 总不能跑到第一了 那也不过再一年半载而已 所以常见来讲 美国随时会下来 我怀疑是在6月份 我怀疑是在6月份 你要注意 最好做道琼 道琼一样是 这个 来到这里 我说6月份才是 注意下周的一个反转讯号 下周的反转讯号 下周反转讯号 注意一下道琼 那么我说过 讲空是很辛苦 因为这个 以一抵百 以一挡百 是不是 大家都讲多 只有我们讲空 这个很辛苦 但是对错 将来你就会知道 股市不是看一天两天的 我个人也不习惯 忽多忽空 那我说过 我们是在去年的5月8日 去年万点的附近 万点的附近开始 开始跟大家讲 偏空操作的 从那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 万点下生不可做 若这个标题 后来把它化掉 要大家小心 如果这个标题 只不过是要让 让大家了解 我们的GDP成长率 只要没有超过2% 这个市场上都是 都是深不可测的 我们今年有2%吗 去年基期已经够低了 因为去年一路下滑 那去年基期已经够低了 今年如果还没有2%的话 那就更差了 那现在在讲保一 那如果面板女王 过了这个5月底 6月初的话 她没有来采购 她大概每一年 40亿到50亿美元 对于面板双湖的采购 40亿到50亿 大概就1500亿 那如果少了这1500亿 当然不要说面板双湖 说不定对这个GDP 你看上千亿对GDP也会影响 所以能不能保一的话 我还是蛮怀疑的 那当然看中共的态度 那至于我讲的 那我们肯讲空 我敢讲 我敢吃咸 吃咸就不怕喝水 就跟你讲一下 那一样 我们就那时候空 那也不是说死空头 也不是死空头 跌到这里我们补过 但这一段我没做多 因为怀疑它会不会这个N 再一个N 下降N型 那这边GDP空 跌到这边 但是这边没有破 不行了 这个要回补掉 空单位置也要翻多 这也翻多 那一样我们一样 在这个 在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地方 就这里 这个4月19号 10月19号的时候 我们8743开始运作 可是我强调不是这避险空 那是跟大家讲多单出清 我不做那种两面手法的 我不会说一套做一套 空单出清就是空 就是空 做法就是这样子 那当时我们空的股票 比如说这种的 像这种的 像这种的我也说过 我昨天跟大家讲 谈到这里就是 就是你要卖 我今天通知好几个投资朋友 他们之前买在这里 之前不知道谁叫他们买 买在这附近 通知好几个人家要赶快补掉 因为来到这里就是 就是很危险的地区了 我们是不是要讲一下指数 好 麻烦一下这个易华 在期货的部分 最后台子期 是网上翻红来作收的 所以台子期的部分 收在了8515点 涨幅是0.07% 很惊险的收红 在电子期的部分 最后面也是上涨的339点来作收 涨幅有0.18% 金融期的部分 今天同步也是一个小涨的格局 952点来作收 今天在OTC 一样是上涨的 涨幅是0.43% 就是今天期限货收盘的一个最新表现 不过邸泰哥 你刚刚说了很多的个股 涨到这边 有些修正的疑虑出现 是不是 有些底部反弹的 也会弹不动吗 当然 因为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 如果像胜利 6238这种胜利 如果弹不上去 大概很多股票都要慢慢挂了 因为有些根本 因为我刚才说过 你看到苹果的股价 大概那个缺口上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在那边 那一样我们说 我就举例给大家听 这个跌这样一段 这个跌这样一段 一定会反弹 它甚至很弱势反弹 我拿一档股票给大家看 同志 我拿给同志给大家看 同志胜利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叫强势反弹 不过强势反弹也是因为 我说这个技术面 是比较不规则型的 通常早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要弹上来 再杀一波 但因为跌的速度太快 所以它反弹的幅度比较大 这个叫强势反弹 那你要你在那边空 跌破8000补掉 指数跌破8000 势必反弹补掉 拉高这附近 就看这几天 你说我说这以上都是空点 那你这个 这个要小心一点 这个就是弱势反弹 那追根就因为 它没有基本面 它没有基本面 两块三块EPS的话 一百多块 这是有点扯 我们当初就这个理由 那空价来的话 做回补 弹上了 我昨天跟大家讲最后卖点 我昨天跟大家讲 你最后 这个把握卖点 我今天很多 很多同事人 我一个一个打电话 跟他讲说 你这个要卖 这个要卖 那卖完呢 就在空 卖完就在空 卖完就在空 就是说你买在这里 你卖到这里 说老师我卖到这里 这个很丑 这个没有办法 你认了 你当初就不应该买在这里 你当初就应该 认了不可以买在这里 因为这里很明显 很明显当初 这时候是一个 是一个英特雷 这个是一个空点 很明显当初是一个空点 有没有 140块是个空点 主力大户都在出货 因为你如果有大户指标 我们民工把大户指标 让给大家看 大户指标全部在出货 你怎么再买在这里呢 那不是有点扯吗 来到这里 那时候不是想反手做空 那弹上来 找这个相对的高点 你就要学会要卖 学会要卖 卖完之后 如果大家看差不多了 因为反弹大概快结束 只有两三天的时间了 那你可以开始慢慢 布局空单 布局空单 像我这也是跟大家说 我之前说过 买到这里 这个就是说 今天刚好 真的真的假突破了 那不断地扩充营收 可是货局却下滑 或者知道EBS还0.1 今天下午要开法说会 那法说 荣事使用力8成5 荣事使用力8成5 这个 我那么在台北股市二十几年 很少看到那种 荣事8成5 最后是什么好下场的 我都没有看过 这个 什么都做 饮食也要做 那也要做 现在人们说VR好 也要说VR 到底做不起来 做不起来 没人知道 百合也是 因为之前我们做过一波 我们讲的是 我们是F百合 我做过一波 不过它是主力弱势 相对于头部行程 破的时候一定会弹到 这是标准的技术面 破了 这个地方就有点破了 不过因为 因为这个情况特殊 它又拉上来 这阻力在这边 这一根对于阻力的压力 是最重的 所以这个地方都是 都是要出货的 这边都是出货 因为这一根太特殊了 这一根破了 破了弹上来 但是它也没过高 在高点附近 都是上引线 你看阻力的经营很辛苦 你要注意 有些股票 就是一直在高档做上引线 上引线 你以为它不跌 跌了就挂了 你看 破了之后再弹上来 都很辛苦 主力想要拉 拉不上去 拉不上去 这个都要注意 这股票市场上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 你做股票一定要有 要有那个feel 要有那个feel 我说过 我一一抵百 所有人都做都我做空 但答案一定会有的 因为我对这么多年来 我也知道说 我们是蛮会看空的 所以你也可以相信我 我是够专业的 因为美国 今天因为美国股市修饰 我们就没有美国股市的内容给大家看了 好 同志我们到处在那边空 就是国际股市的ADS 我说过 国际股市的这一块 我发现我最近这一两天 我几乎熬夜在看 整个收集资料 国际股市这个汽车 这个倒车雷达的ADS这一块 市场都没有涨 就跌一段小小反弹2% 3%而已 有反弹2% 3% 所以我怀疑这一块 第二个 我看了 昨天看到四五十档的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燃料电池 有氢电池 锐电池 这里面中国大陆 大家看了四十几档 美国大家看了十来一档 没有一档像样的 没有一档像样的 你自己小心一点 没有一档像样 里面只有一档 还在相对高点 其他四五十档 全部都跌了两成三成 甚至四成都有 都涨不上去的 所以这些大家都要小心 那一样 这个弹上来就准备再空 同坑也是 这个也是 融资使用率都非常高 你以为他会弹 弹一根也就差不多下去了 像这都高融资使用率 要特别小心 瑞宇也是 这个已经有点头部出来了 三五天之内没有上来就挂了 你空这种股票 你手停损点 弹上来就不要 这个要弹上来机会很低的 看样子 要上来早就上来了 好 那么说过太阳人 你看这个一直在这地方把你骗进来 量也是在那边故意做个量把你骗进来 问题是一律重重 你看刚刚才在这个重要的点 大家都讲他好了 我们也是当个坏人 当个坏人 我也不希望你受伤 好 政要也是一样 这个每一年都赚五 前几年都赚六块 今年第一季赚九毛 你告诉我这个答案在哪里 所以要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那因为我们空了他 他今天也没跌 今天也没算怎么跌 我就在那边绕 像这种的都已经 长期归于指数的量跟价 你看我们绕到这边来 指数的量跟价都是高档 那坐架上去的时候 这个阻力库存 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讲 这个热身这种的 阻力库存都一直在降 这个阻力借由拉抬 不断的在出货 不断的出货 我看一下有没有 那给大家看 看来不来得及 你看这个阻力库存 我那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这里有阻力库存的 这个东西 那给大家看 像这个 这阻力库存 一路走降 一路走跌 你看 这是阻力库存 这是阻力库存变化 这几个字给大家看一下 阻力库存变化 有没有 再跌 再跌的过程当中 阻力还抽 加点补一点货 这个弹上来的过程 当然阻力一直在出 阻力库存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掉 这个都要小心 就是说 讲很多消息面给大家听 包括今天要开法说会 像这个都有疑问 包括这个也都是 阻力库存都拼命的往下掉 大家都要注意 好 那么我说过 我昨天 几乎把全世界 什么美国 PLUG Masswell 中国大陆 包括锐电池 燃料电池 跟氢电池 全部看过 全部看过 里面只有一档 还算在相对高点 其他都跌两成 三成是有跌五成的 大部分都是盘跌走势 那一样 我说这个我上次空过 我在天上跟大家讲 我这边空 我说跌破八千补 我这跌破八千补 那补了之后 坦告我再空 那我就现在在等这个 我说我为什么说准备呢 我这边补掉了 我为什么准备呢 因为它又来到相对的高点 它能不能在这个上面撑三天 今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有点黑下来了 所以明天再一根黑 如果这一条线跌破 它的百分之3.5% 按照技术面来谈的话 跌破它的3.5% 就可以再空回来了 所以我说 你的待到这上面要先卖 毕竟如果你套在这里的话 这里还算可以接受 有些动作你要做出来 尤其要跟大家讲说 有些资金部位 比较大的投资朋友 可以的话 你不太容许能够有5%10%的 这个损失的话 你要赶快来 趁这一次反弹 赶快做出正确的动作 谢谢大家 所以反弹赶快做出一些 正确的动作 今天再来就外资筹码面 尤其是期货的部分 最新筹码出来了 多单是偏多操作480口 那么更多的分析 持续锁定台股新攻略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